南亚矿业就是最近公开挂牌发射 基本上它最主要就是做这个金属米的一个供应 我还开抗 而米的最主要就是在一些中工业的其中三大最需要的一个矿物的原料 我觉得短期来说的话 米的稅球一定会慢慢的往下调 最主要就是在讲全球经济在这个放缓还是税退 而这个对于一些的原材料的税球还是中工业的税球一定会越来越小 但是我相信如果长一点来说 我例如就是三年跟五年之后 就是全球的经济有一个慢慢恢复这个元息之后 我相信这个税球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的股票 他们的短期的走势会相信来说会比较差 但是如果长期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投资价值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留意 觉得留意就是 南亚矿业的负债比率超过50%而相的水平 而且方面要留意 因为在最近市场的顺态收紧的时候 负债水平太高的话 可能会影响他们公司胜权下去的增争能力 而我觉得这是投资者需要留意 而投资在里边的话 我觉得不要把全大部分的基金放在这一档的股票里边就比较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